第九十三章 重返三品 杜琴罗汉病指如箭 隔空点向许奇安后背的两根封魔钉 指尖弹射出金色闪电 链接在都脉的其中一根钉子 许奇安后背一疼 像是被人捅了一件 而这样的疼痛才刚开始 杜琴罗汉枯瘦的右臂 肌肉豁然膨胀 手背轻轻凸起 随着他的发力拉拽 封魔钉一点点地突出 这导致了许奇安的伤口军裂 导致剩余的七根封魔钉相互共鸣 共同抗拒 嗯 许奇安闷哼一声 双眼一阵阵地发黑 汗腺疯狂分泌 脸庞已经疼痛而显得猙獰 他的反应比上次要好很多 不是疼痛减缓了 而是原神恢复后 对痛苦的忍耐增强 但杜琴罗汉的耗损 并不比神书的断臂要低 他枯瘦的身躯 已经膨胀成 不输一味金刚的程度 一道道金色的微光 在体表游走 指尖的金色闪电耀眼刺目 如同功率开到最大的电火花 另外 他后脑的光运不再柔和 绽放出鲜赫明亮的光 灼灼耀目 此时此刻 如果有人恰好看向观星楼方向 会看到楼顶一道宛如骄阳的光团 这个过程持续了五分钟 忠于钉的两声翠响里 两枚风魔钉坠地 伴随着风魔钉的坠地 杜琴罗汉的气息急去衰弱 身去缩水 恢复干枯瘦弱的形象 他闭上充满疲惫的双眼 漠然核实 封印都脉的风魔钉拔除后 丹田里的契机 就如同可乐瓶里被疯狂摇晃过的汽水 裹挟着冲垮一起的嚣张姿态 瞬间贯通肚脉 喷波而出 吼 许其安腾声飞起 昂头望天 喉咙里爆发出佛门狮子吼 气机从他喉咙里 眼睛里 百会学里喷涌而出 直冲云霄 观星楼上空 层层白云瞬间崩散 整座四天剑的大楼 微微震战 犹如一场地震 三平五夫的威势 恐怖如斯 京城里 一道道目光望了过来 官府舞者 江湖舞夫 贵族客卿 人宗高手等等 所有修士都注意到了观星楼的动静 安神殿 刚用过晚膳的永心地 听见一声宛如焦雷的狮吼 从远处爆开 声音传到皇宫里 已经有些失真 何来的动静 永心地在殿内宦官的簇拥下 匆匆奔出四天剑 他在眼下远眺四天剑方向 只见夕阳如雪 观星楼的上空 一片白云都没有 而周围却有连衣状的云层凝结 像是被某种力量 硬生生地从中心冲散 向四周层叠堆积 或许是坚政修行有了顿悟 身边的年轻太监笑道 这类异象发生在其他地方 那是必须戒备和深究的 但发生在四天剑 便只需看热闹就好 反正不可能有人能在四天剑捣乱 永心地脸色稍转轻松 微微汗手 正要回殿内休息 忽然皱眉一下 吩咐身边的太监 你去把当值的禁军统领喊来 作为远景帝的子四礼 为数不多熬过炼精镜的坚韧皇子 他现在是炼器镜的修为 虽因为受限于天赋 以及勤于政务 荒废了修为 但作为武者的他 自身体系的契机还是能分辨的 契机是五夫独有的能量 虽说其他体系到了高品 也能强行练器 但更多的是增加一种辅助性手段 俄请 禁军统领带着卫兵匆匆赶来 永心地站在眼下 俯瞰台阶下的禁军统领 方才四天剑的动静 可是契机波动 禁军统领抱拳道 正是契机波动 永心地点点头 似有所思地问道 动静不小 想来品级有不会低吧 禁军统领眉头微皱 没有回答 永心地盯着他 往前迈了一步 沉声追问 正在问你话 陛下 臣无法估算 刚才的契机波动 庞大浩瀚 非四品武者能及 作为四品武者的禁军统领 有相当的底气和权威 做出判断 非四品武者能及 永心地眼神仿佛闪过某种犀利的光 他很好地隐藏住了 吩咐道 即刻去四天见询问情况 是 打发走进军统领 永心地连忙扭头 没有掩藏内心的急迫和兴奋 催促道 速去韶音宫 请临安殿下来见朕 太监愣了一下 提醒道 陛下是否要一家御书房 此时已过晚膳时间 按照宫中规矩 公主不该来皇帝的寝宫 永心地焊手道 让他速来御书房 得心院 漆黑的屋脊上 素白长裙的怀庆 站在飞翘的眼角 眺望观星楼 他竟然回来了 怀庆低声自语 清亮的眸子里 闪过不易察觉的喜色 他旋即从屋顶轻飘飘落下 召来得心院的侍卫长 吩咐道 去私里见通知一声 本宫要出宫 听起来 那许阴罗近来不在京城 李灵素听了一嘴 也没特别在意 旁听着师妹 和这位高风亮节的 白衣术士闲谈 也没做什么事 就是随便走走 看看 挺无聊的 李妙真说 嗯 没错 楚元枕也附和 何苦呢 何必呢 你要是知道 他在雷州大闹佛寺 当着金刚的面 抢走浮屠宝塔 你要是知道 他在雍州立压一众私品高手 与国师谋划 秦拿罗汉 你日子过不过了 李妙真和楚元枕觉得 为了杨谦焕的身心健康 还是隐瞒不报最好 对了 为何四天剑的师兄弟们 都随身携带纸笔 李妙真插开话题 他同样好奇这个现象 以前不是这样的 杨谦焕哼道 因为孙玄姬那个哑巴回来了 孙玄姬 李妙真和楚元枕 还有恒远 只听说过孙玄姬的大名 知他是坚政二弟子 但没想明白 戴纸笔和这位二弟子 有什么关系 反倒是李灵素恍然大悟 轻易就描懂了杨谦焕的意思 道 原来如此 那确实是该戴纸笔 嗯 我也得准备一副 李妙真三人都用质询的目光 看向圣子 他们没见过孙玄姬 但看起来 李灵素对这位坚政二弟子 并不陌生 李灵素有些为难道 背地里说人家的是非 不是君子所为 嗯 孙师兄不太爱说话 有轻微的语言障碍 李妙真恍然大悟 孙师兄有严重的语言障碍 甚至是个哑巴 楚元枕补充 和孙师兄说话 是件让人痛苦的事 恒远 阿弥陀佛 李灵素脸色没绷住 错愕又茫然地望着三人 你们怎么知道 李妙真和楚元枕 恒远大师面面相去 都有种果然如此 不愧是思天见的感慨 然后 楚元枕又和恒远大师 私底下交换眼神 李妙真是五十步笑百步 这是一条清晰且直观的鄙视链 突然 众人感觉脚下的地面微微震动 头顶震落灰尘 一股可怕而强大的气息 穿透建筑物 降临在众人身上 如同沉眠的远古魔神复苏 超凡净 在场的除了苗友方 都是有雄厚师门背景 和丰富经验的人 对超凡净的气息非常熟悉 不管哪个体系 跨入三品镜后 生命层次得到蜕变 不再属于凡人 会有相应的威压诞生 凡人面对超凡净强者 会感受到来自高层次生命体的压迫感 虎驱一阵 凡人那头变败 许其安的封印 进一步解开了 处缘诊三人面露喜色 是徐前辈吗 是徐前辈恢复修为了 李灵素心里一震 也随之露出喜色 突然 他听见时事里的白衣术士 弄吼道 许其安恢复修为了 可恶 为什么这么快 我还没来得及取而代之 他就恢复修为了 不 不能这么对我 不 白衣术士张开双臂 仰天长笑 他说的是 许其安恢复修为了 闹出这么大动静的 不是徐前辈 而是许其安 这句话 仿佛具有醍醐灌顶的效果 瞬间让李灵素 把种种碎片化的细节 结合起来 许其安来自京城 许其安也是京城人 许其安是超凡净高手 许其安也是超凡净高手 许其安在收集龙器 而龙器是大凤皇帝 陨落后才溃散的 李妙珍对许其安 没有丝毫的敬意 另外两位帝叔碎片持有者 也不在他面前持晚辈里 以及刚才 这位白衣术士说 恢复修为的人是许其安 李灵素脑海里轰的一声 一道雷劈了进来 劈得他表情一点点僵硬 瞳孔一点点放大 过了一会儿 他缓缓拧动脑袋 看向三位帝叔碎片持有者 徐 徐千是许其安 圣子死死地盯着他们 李妙珍脸上难掩笑意 看来你发现了 李灵素面皮狠狠抽搐一下 喂 为什么不告诉我 楚元枕诚恳道 他隐性埋名是为了避开仇敌 收集龙器 你跟他游历这么久 应该看出来了 觊觎着他的敌人不在少数 比如佛门 圣子点点头 他在心里呼出一口气 还好还好 不管徐千是许其安 还是许其安是徐千 本质上都是超凡境的高手 在一个超凡境强者面前 以晚辈自居 不算丢人 尽管这位超凡境强者 是同辈人物 徐千 不 许其安装前辈高人 主要是任务需要 形势所迫 他和许其安 以前素未蒙面 你不知道我 我不认识你 也没什么丢人的 如果双方是老朋友 一方被另一方这么戏耍 那才真正的丢人 圣子心里盘算了一下 觉得也没什么 心里的尴尬稍稍缓解 原来徐千就是许其安 看来我不用找他喝酒了 李灵素笑了笑 他故意这么说 甚至带点自黑 来表示自己一点都不尴尬 他甚至想到了更好的方法 圣子喝了一声 笑道 你们是不知道 徐 许其安眼高人还挺有一首 他还念了一首诗呢 嗯 什么得到年来八百秋 不曾飞剑取人头 他把那首诗念了一遍 道 现在想想 我都替他觉得尴尬 没错 更好的办法 就是主动让许其安丢脸 把他装模作样的行为 暴露出来 这样 李苗珍他们就会淡化 自己这段时间 一副孙子样的喊前辈 臭不要脸 突然一声大喝 李灵素诧异地扭头看去 只见房间里白衣术士 像是受了某种刺 击 反复念叨着这首诗 又兴奋 又极度 又不愤的语气说 我之所以无法超越他 就是因为 他会写诗啊 好不甘心 明明就是个黄毛小子 如此装模作样 李灵素嘴角一条 微笑附和 是吧 不过这些事 诸位听听就够了 莫要传出去 他怕许其安报复他 圣子收回目光 故作轻松地 看向李苗珍三人 却发现他们脸色古怪 仿佛在审视傻子 你们 圣子心里一沉 李妙珍悠悠道 忘记告诉你一件事 楚元枕叹息一声 许其安 也是帝叔碎片持有者 在李灵素脸色 瞬间苍白之际 横远大师捕了一刀 他还知道 你也是帝叔碎片持有者 我们都知道 七号和李道长关系匪浅 疑似同门 李灵素身子一晃 像是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 踉枪后退 背靠着墙壁 缓缓滑倒 他知道 我也是天地会成员 而他自己也是 却不明说 看着我前辈长前辈短地 对他恭恭敬敬 李灵素回忆起 两人结伴游历的点点滴滴 李妙珍语气颇为开心地说 啊 我们还要去见钟离呢 先过去了 终于不是我最尴尬了 楚元枕笑咪咪地点头 好 两人沿着昏暗的廊道走远了 恒远大师见圣子生无可恋 不由泛起恻隐之心 道 阿弥陀佛 李道友 李灵素双目无神地打断 大师 让我静静 恒远大师无奈摇头 追随着两位同伴的背影离去 圣子自闭了一会儿 呼听室内传来叹息声 阁下看起来 深受许其安毒害啊 李灵素的声音无喜无悲 可惜我不是他对手 杨谦焕沉声道 阁下说出我心声了 李灵素眼神恢复了几分灵动 倒有此言何意 此事说来话长 八卦台 夜幕降临 夕阳彻底沉入地平线 许其安平复狂躁的契机 审视自身 欣喜地发现 东脉通畅之后 他的契机调动率达到了八成 和洛玉恒双修之前 八成的契机 相当于最弱最弱的三品五夫 双修之后 他现在的八成契机 相当于初入三品的五夫 换句话说 许其安现在的修为 已经度过三品初期 中期未到的层次 当然 肉身力量依旧被封印着 如果和三品五夫比拼近身战 他肯定是不如的 现在在对敌杜南金刚 我就算打不赢 也不会那么狼狈 他同样无法擒拿我 杀死我 接下来的江湖之行 我不用再那么藏头鹿尾 皇宫 御书房 林安带着两名贴身宫女 来到御书房外 宫女们自觉地站在门外的台阶下 望着殿下设计而上 在御书房外 指手宦官的带领下 进了屋子 御书房内烛光明亮 陈设奢华 永兴帝坐在铺设黄筹的大案后 批阅奏折 皇帝哥哥 你换我来何事 林安娇声道 永兴帝急忙放下折子 迎了上来 笑道 好妹子 朕要拜托你一件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